虽然离NBA常规赛开打还有一段时间,但对于志在冲击总冠军的火箭队球员来说,现在是要努力训练,准备迎接新赛季的时候了。 特别是火箭的两位核心哈登和保罗都在认真的训练,上萨季MVP哈登过完生日仍然继续训练,而保罗自从退伤恢复后就基本每天保持一定的训练量,最近他的身体感觉非常好,并开始进行激烈的对抗训练了。 而最近他和威少等球员一起在UCLA加利福尼亚大学洛杉矶分校训练,保罗状态上加,训练中对抗威少,还闪脸双手包扣,一起来看看是什么情况吧。 保罗即使在训练中也是相当认真,即便着威少,防守不失位,眼睛盯着球,一有机会就可以去进行抢断,不得不说,七次防守一阵的保罗可不是浪德顺明。 现在坏的威少防保罗了,不过雷霆核心要注意自己的防守习惯,人家球都传出去了,手上就不要有多余的动作了,这样很没有必要。 当然了,这也说明保罗出球坏,防守人都没来得及反应,传球已经到位,33岁的保罗还来个双手包扣,是不是让大家很惊喜? 事实上,在最近的训练中保罗经常会来几个扣篮,别看他上个赛季打球比较养生,年轻时候的保罗可是和威少一样打法很劲爆。 最近他在训练经常扣篮,也说明,他对自己的身体状态非常的满意,所以说,至少这两个赛季,保罗还是能保持比较高的经济水平的。 训练完了,大家有数有效的交流一下心得,新赛季火箭和雷霆,仍然会进行一番对决,每次双方对战都能擦出水花,期待这两支球队新赛季,能给球迷奉献精彩的表演。 而汉项坎克还收到一条好消息,根据NBA球鞋品牌专家和记者Nick De Paula的消息,NBA今赛季将取消球鞋颜色限制,联盟对于球员在比赛中使用的球鞋已只有各种限制,之前规定所有球队的球鞋都必须有至少一半以上的白色或者黑色,另外可以加入少部分球队传统的颜色,而现在可以随便穿了。 这也意味着鞋王塔克可以随心所欲的进行球鞋的他配,而不用担心被联盟处罚,到时候穿着喜欢的鞋子打球,不知道能不能提升他的投篮命中率呢?一起期待新赛季塔克的表现吧。